很多人以为乌克兰一半领土都在乌冬武装控制下 实际上乌冬武装的控制区非常小 就连顿巴斯地区都只能控制一半 乌克兰全国面积60万平方公里 顿巴斯地区只有5万平方公里 而乌冬武装只控制了顿巴斯地区的一半 蓝色为乌冬武装实质控制区 虽然没有包括整个顿涅茨克地区 但是包含主城 我们称他们为乌冬武装 并不代表他们就已经掌控了整个乌克兰东部地区 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还要持续很多年 俄罗斯需要拿下整个顿巴斯 需要打通克里米亚路地交通线 而且俄罗斯还希望可以拿下 蒂涅伯和以东所有俄语区域 如果可以拿下整个乌克兰 就等于恢复了多半个苏联 在这一地区 俄军也不怕与美军交战 如果俄罗斯必须要与美国势力进行一场较量 那么乌克兰就是最好的战场 乌克兰背靠俄罗斯又是大平原 适合俄罗斯重型机械化部队的发挥 同时黑海相对比较封闭 也适合俄军航空兵和按机反舰导弹控制